延伸的部分還蠻多 可以跟 MySQL 串接 怎麼串 上面有相關的說明 另外的話甚至可以跟什麼呢 如果你的資料庫不想要變一個檔案 也不想要是一個 server 而是想要放雲端的話 現在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叫 Filebase 它是非常方便 因為它其實還蠻推薦 因為很多的手機APP 它連接都連接 Filebase 所以你只要把資料放在 Filebase 裡面 手機就可以去讀取得到 所以很多手機APP開發 都會直接用 Filebase 來做 那怎麼做 其實這邊都有相關說明 可是你第一件事 你可能要先連接到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裡面的話 你可能第一個 你要先申請一個 Filebase 的帳號 這個帳號裡面 它提供一個免費的版本 Free的 裡面包含什麼呢 它裡面有那個 100個連線 最高100個連線 然後它可以放 1GB 的 Data Base 另外的話呢 流量一個月 只要不要超過 10GB 都是免費的 這個還蠻好用的 所以你有些 Data 假設你又不想要架 Server 你想要直接把它放 Server 就是放雲端上的話 這個是還蠻好的一個選項 而且可以跟手機的 App 手機端可以直接做串聯 這是一個還蠻好的選項 所以有興趣同學 自己可以再稍微參考一下後面 因為我怕後面只有兩次上課 我要把很多東西講完 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 寫取比較重要的部分 來說明 所以 今天的部分 在這邊 所以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未來 上課 假如你還是有問 因為我跟同學比較少問問題 可能不知道是會不會 我不知道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討論嘛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提出問題 反正你不好意思問 這邊可以打 我幫他可以回覆你 之路之類的 另外的話 YouTube上面有留言功能 你也可以留言 因為我說真的 大家好像都不知道是會還是不會 還是不好意思問 那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提出來討論 也許你的問題 也是其他人的問題 其實會有問題 大部分都是回去 都會努力做 他會有問題 回去如果都沒有練習的話 大概都比較不會有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 不過有些同學還蠻認真 課後都會把他所有的問題 一次全部都提出來問 這也不錯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 exque many 這邊的話 有一個叫exque 有沒有 後面加一個many many 顧名思義 就是很多的意思 因為我們剛剛有50筆的會員資料 如果說你insert into 一直跑回圈 一直跑一直跑 那實際上就是 每一次就insert一次 每一次 其他有支援另外一個指令 叫exque many 就是說你一次給我 那個指令就好了 你一次給我什麼 一個串列 那個串列裡面的話呢 就放什麼呢 放你的所有的筆數的資料 就是他需要的格式就是 一個串列裡面 要很多個串列 就是一個串列 有沒有 50筆 就一個大的串列 裡面一筆 就是一個串列 一個串列 一個串列 那先把它串完之後 再用exque many 就可以丟過來 怎麼錯 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一下 怎麼用exque many 首先第一個 一樣把什麼呢 剛剛的那個cursor01 就是insert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copy 然後再貼上 貼上的話改個名稱 我叫做insert member 叫exque many 不會很長一串 裡面大家改哪些地方 我再重來一遍好了 把它copy一下 這個是exque many 改哪些地方呢 首先第一個 特別注意喔 大概要從這邊做下手 幾個立方重點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雲端這邊我有 大概把你需要修改的部分 用黃色的部分 做一個要點式的說明 裡面的話 第一個 你要除了list 本來的list1之外 你要產生一個list2 這個list2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要在 一個大的串列裡面 再放很多的小串列 也就一筆資料 就一個串列 一筆一個串列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就是 先在for回圈的上面 先增加一個list 2 的空的一個list 這個空的list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 把這個list1所切割過來的 這個串列 再把它放到list2裡面去 因為 你想說為什麼 因為 xqmany 官方上面的文件 就是要我們做這樣的資料格式 它才有辦法把它接收到 所以你要完全符合 它的那個 它要的那個 格式 你才要辦法把這個資料寫進去 那這個是第一步 空的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呢 把我們切割完之後 有沒有 豆點切割完會丟到list1 把這個list1呢 再放到list2裡面 所以list2怎麼加進去 我們一樣 list2 如果要把list1加進去的話 還記得用 有沒有 加進去 有沒有 還記得吧 append 然後呢 把那個list1 把它append進去 ok 所以可能要 加這兩行 那如果你加了這兩行之後的話 後面的程式呢 就比較簡單了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用xqmany 你就不需要怎麼樣 每 在回圈裡面每跑一筆 就insert一筆 而是你全部跑完 全部串一個list2之後 在整批的 直接拿給那個xqmany 你一次就可以把它指定 首先第一個喔 我們 建一個空的list 然後append的list1 把它串串串 接下來的話 把這兩行 剛剛本來是在前面嘛 我們把它shift加tap 把它怎麼樣 本來是縮排對不對 現在把它變突排 這個突排意思說 我就不在for回圈裡面 而是當我全部串完之後 再一次呢 丟給xqmany去執行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insert into 你就不需要給欄位名稱了 其實它的好處在呢 第一個 不用欄位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後面齁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些全部都刪掉 包含到瓜糊 以前齁 就留下什麼呢 留下一個瓜糊就可以了 然後裡面放什麼 放問號 中間加豆點 這樣就ok了 應該要比較簡單一點吧 哇 突然感覺清爽多了 剛剛實在是 哇 看到那個整個心情就煩了 對不對 這種寫法 真的景點很多啦 不過這個寫法 我會忘記在哪邊看到的 這個官方上面有相關的說明 那主要就是說 我們那個insert into 語法 你就不需要像剛剛那麼多的 就是在字串裡面放那個變數 我們直接就用問號代替什麼 你要放的那個資料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有幾個欄位 你就給他幾個問號就好了 好 ok 這樣感覺相對的簡單多 接下來的話呢 還要改哪些地方 特別重要 isq 你就記得喔 把這邊改成isq many 特別注意喔 特別 這個地方喔 我就因為 要整筆的把它寫進去 所以呢 我這邊就是把isq改isq many 然後特別注意喔 最後還要做一個動作就完成了 在seq 以後面加一個豆點 在這個後面呢 因為這個有點像一個模組 然後呢 這個list二呢 請你把它放在這個豆點的後面 這樣就完成了 ok 所以關鍵喔 基本上isq many 主要就是你想說為什麼要產生list二 因為我如果要整批的寫到資料 裡面的話 必須要先產生一個串列 而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就是由這個大的 list二有點像這樣好不好 第一筆的話 就是裡面的這一個串列 豆點 第二個串列 豆點一直到第五十個 有沒有 裡面的話一定會有五個欄位吧 所以一二三四 好難寫 喔五 反正就類似像這樣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總共應該看得懂意思啦 就是在串列裡面還有串列 ok 所以這種方式 如果你串好給他 他才有辦法去接 所以如果你的格式不是長這樣的話 很抱歉 他就不接受 ok isq many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詳細的這個isq many的說明 你也可以有個方法把isq many貼到google上面 他會 我記得他會直接就指向他的官方的那個說明文件 那其實我也是參考官方的說明文件所做出來的 ok 這樣的話呢 咱們來執行看看 基本上大概就是改一 二 把縮排往前 這邊全部改問號 不用藍位名稱 這邊再加一個isq many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 那接下來的話 我為了避免說 音色音图都到member01 乾脆把它改成member02好了 ok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做區隔了 ok 這種寫法我覺得 新簡很多 我比較推薦 因為剛剛那種寫法固然也不錯啦 不過 對初學的同學來說實在是 很容易出錯 光那個解決那個問題 常常同學就卡住了 所以用這種方式的話簡單太多了 那再來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ok之後的話 我們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 應該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一次就可以成功了 來試一下 不過如果你擔心會錯的話 也許你可以自己射中斷 欸 輸入成功了 ok 所以表示沒有問題 這種寫法我覺得 相對於剛剛那種寫法 感覺好像比較不容易出錯 遊戲光看到這個 感覺其實就很讚 真的 差蠻多的 有沒有 所以兩種寫法啦 兩種我建議你都回去參考看看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到那個 我們的 sicle line裡面 再去開啟我們的那個 database 看一下 Member你應該找到了 然後呢 browse一下 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 進到裡面的 看到了有沒有 結果應該也是一模一樣 另外 sq 跟sq many還有另外一個 差異 除了說呢 程式比較簡單 好寫之外 另外 執行的效率 也會比較好 至於相差多少 當然你小量資料 感覺不出來 如果你大量資料 比如說你一次要寫個一百萬筆 到 database裡面 我還是搶了一些 你用sq many吧 時間可能會差到一百倍以上 如果你資料量多的話 如果你資料量少 就是千分之一秒 跟萬分之一秒 你根本感覺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今天 insert的資料非常多 尤其你要搜羅的是 全世界各地的data 因為有的時候 很多分析師都要 每天都要去抓 我聽過 都是幾百萬千萬筆 每天喔 同時去搜羅 全世界各地的 網頁上面的資料 那你一定要先存起來嘛 對不對 那你要存到哪邊 當然都要存到data base裡面 好啊這個時候效率 就很重要 不然你光 收集那些資料 程式光卡在那裡 你就已經等半天 那感覺效率 所以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有大量資料的問題的話 請利用這個方法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大概應該齁 幾個重點 所以 待會請各位參考這邊 應該寫的程式應該都差不多 畫面先 不過我好像 這邊應該往前 往前縮排一下 OK 這邊應該再縮排 不然的話 它變成 它一執行 每一次都會execute 會資料太多 這個可能要縮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齁